金老师那天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说 他现在在这个猴瓣的这个情况 那他那天晚上就跟我说出 他的经典名言 他说呢 他笑笑的跟我说 有些人说这个小刀已经生锈了 他说呢 我完全不在意啊 因为生锈的小刀刺进去的话 容易破伤风 不是更早死吗 他那天晚上就跟我说 他是金老师的粉丝啊 很开心 对 所以他那天晚上就跟我说了这句话 他自己就是还蛮得意的嘛 然后隔天就讲出这句话 直接抓标对不对 直接抓标啊 标题就直接上这个啊 多少人在写到金老师的记者会的时候 都写到说 金普聪说小刀生锈破伤风 反而对方死得更快 这个就是 对 经典名言 所以他那天晚上就跟我讲了这几件事情 然后也有请我去帮忙 然后呢 帮忙的事情大家之后会知道是什么事 但是 我就跟他就是 他跟我说 小刑我有个事情要问你 你看老师都这样 老师都很客气的说 老师都很客气的说了 他说小刑我有个事情要问你 然后他就问了之后 就请我去帮忙 然后呢 我就说 我老师跟你说 其实我是不想 但是你都这样跟我说了 我能够说不要吗 不行 我必须说OK 没有问题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个 这个是伟汉哥之前就讲了嘛 伟汉哥之前就说了 就是金老师进来之后 包含是我啊 包含是配君啊 其实都会一起入政 一起来帮忙嘛 那我想 确实是 如果他跟我开口了 那基本上 我不太可能说不 因为呢 说不的下场 有多惨 我自己是知道的 所以呢 后来我就跟了一个 党内高层 然后在探讨这件事情 就在探讨说 这个 就是帮忙的事嘛 然后呢 这个党内高层就跟我说 那你知道如果你拒绝他 的话会怎样吗 然后我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很可怕的 后果不堪设想 然后呢 这个FishDark问说 金老师可以上直播吗 有 我之后会来邀请他 这个 他现在还在忙着 在整顿这个办公室 所以呢 基本上 哦 听说他 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上面 有写说 本来侯友宜的团队 有分成市府派跟近半派嘛 然后就 好像有点内斗啊 或什么等等的 然后听说就是他 只要这个 金老师进去三天不到吧 然后就已经有一群人 已经被整肃了 所以基本上那个团队 团队内部 团队内部已经 差不多已经搞定了 团队内部已经差不多搞定了 所以这个团队的整合情况上面 以及螺丝锁井上面 这个确实是起到了很大的成效 确实是起了很大的成效 所以各位 有人说 哎呀 金小刀生锈了 我都不在乎 我还半开玩笑 生锈刀刺进去 带破伤风的细菌 死得更快 没有人说 进来操盘三天就要看到成果 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我们党内自己的同志 大家一定要团结 只有团结才会胜利 我们一定要步步为营 哀兵必胜 这也是侯市长一再强调的 哀兵必胜 步步为营 这是我们一天最大的指导原则 所以党内的同志 大家应该有耐心 不要希望说 一天十天 半个月 一个月就要成效 真正的决战是在最后三个月 所有的 这个过去的选举的历程 你可以去观察 那个才是最后的关键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 我们重新整军出发 我们大家内部 重置层层 那我们一定可以啊 越来越好 谢谢各位 第一个 美国方面会关心这是必然的 但是是关心有很多种 各位我在驻美工作过 他如果今天直接打电话 他们这个IT的处长或什么 就说你们是不是 很正式的希望我们给一个答复的话 不是啊 事实不是如此 他们只是透过一个人来问说 这个很混乱 这个讲法 到底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当时就依据我们跟各位的解释 有跟美方说明 但我在这要特别强调 我们用我们的立场 我在回报的过程也讲过 我们是候选人 我们今天如果是总统 当然一定最大的指导方针 就是过去所说No surprise diplomacy 就是无意外的一种外交 但今天是在选举 我们不会说美国人要我们做什么 他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而且我们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我们追求的是和平 看看那个前提侯市长所提出的 是以和平两岸稳定和平为前提 蔡政府目前所提的政策里面 我不晓得 在我看来 美国AIT的这个处长也曾经讲过 避战 避免战争 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蔡政府好像只强调备战 备战应该是备战中的一个必要 但绝对不是应该是唯一的 但是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把我们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所以我觉得去给人家贴标签是不好的 就刚刚讲了 有人说我亲美 有人说我反美 有人说我这个生懒 有人说我权绿 有人说侯市长也是什么皮 什么骨的这个 我常跟人家解释 在我重生的经验之中 发生这种很多的事情 我曾经有一个副手 一开始就被人喊成什么绿色细胞 后来是跟着我们一路进入总统府里面 担任要职 所以我始终认为 随便给人家贴标签这种手法 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我再一次的强调 我们选举有我们自己的立场 有我们自己的政策 侯市长大家如果认识才知道 他这个有一个看起来很客气礼貌 但是他心中是很坚定的 就像他接受邵康兄访问的时候讲过 我们两个都觉得我们 这个个性之中有一些相同的特质 所以我们很快的能够磨合 所以没有什么授权不授权 大家都是一条心 市长当然是我们的主帅 选战的主帅就是他 我任何重大的决定都会请示他的 我们是合作无间就是他讲的 我想最近各位在媒体上也都看到很多各式各种的民调 侯市长也曾经公开的表示过 说在他过去民调高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骄傲过 所以他现在民调低的时候呢 他也绝对不会气馁 因为本来就是民调 我在过去选举中负责的都是民调的工作 是我的主要项目之一 所以真正深入了解民调的人就知道了 你可以回头去看各种历史 6月7月的民调往往都是最混乱的 但往往也跟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民调在台湾政坛上已经变成一个工具了 民调应该是一种科学 但常常被这个政治人物拿来当作艺术操弄 因为从题目的设计开始到整个民调出来以后的解释 还有中间操作都有空间在 我们常讲抽样误差 抽样误差之外还有非抽样误差 非抽样误差可以造成更大的这个数字的不同 我已经经过查证知道 目前有些人已经在民调公司去要求 说如果你依照我提供的题目做 我愿付90万 如果你们依照你自己的题目去做的话 是50万 50万都高了 这个是经过查证 确有其事 民调机构的负责人跟我正式正式 而且他拒绝了 所以这样操弄民调在台湾的选举中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过 大家可以去查证 有些民调公司如果有认识的话 看看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我是早年做过新闻处长 我就跟各位媒体讲过 我不会骗你们 对于媒体我一向不会欺骗 我可以不告诉你 但我绝对不会骗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事 我也查证过 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